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迷你欧小说站 我都经常会发预告在instagram之余 还会发在facebook 也许我现在正在面临人生中的转折点 但这一切的一切发生 都让我更清楚自己到底该怎么走下去 的确我的姐姐我的妈妈都留在现场 这边真的就是迷你欧小说站的年代了 拿着篮球的这个照片当时是有超过100个人点赞 我还自己家是在自己的脸旁边 而且那时候我还在这个台边拍了一支MV 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就问我 要不要拍一个照片 这里适合拍照吗? 那时候我在华语科目这一块 其实也是不错的成绩 也不应该说是成绩 其实成绩来讲不是很好 就是在写作方面这一块 那时候应该就是有不错的表现能力 那时候中学老师也是有给过我两次的机会 就是两年去参加写作文比赛 而且就是参加比赛他会每一个人给一个代号 两年给的这个号码都是一样的 当时我就非常的惊讶 因为应该是不可能会有异样的 对 而且那时候写小说不是我一个人写罢了 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同伴 哎呦差了 他现在忘记了他那时候的笔名是什么了 为什么是迷你欧 迷你欧 迷你欧 迷你欧就是我当时写小说用的一个笔名 而为什么是迷你欧这个名称 我不知道 跟另外一个同伴写小说 对于现在的我想回去的话 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来的 因为是一种小说接龙的概念 我写第一章 他就写第二章 他写了第二章 我就写第三章 那个故事是非常自由发挥的概念 而第一本小说我还记得就是合作的小说 是叫做承诺 在我的印象中 那一本小说是已经完结了的 之后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小说都是突然写到一半 或者是没有完结的 不过现在想回去讲 当年有一本和同伴一起完成的一部小说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 那时候我们就是用布纸 就是那种做功课 写作业的那种布纸来写小说的 当然一本布纸是不足够一本小说的 所以我记得那个承诺的小说是 好像是有三本以上 不过那些东西全部都是现在收在我朋友那边 我也很久没有问他有没有收着 现在就来看一看想当年有什么影片 迷你欧小说战那个时代其实是很少发布影片的 可是 现在我就看到了这个原创的影片 大家好 这里是迷你欧小说战 这是迷你欧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你寄给我的信 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 在无人的屋檐下 你在靠别人的绝抱 我拿着手机睡着了 等待着你的简讯到 也许是 也许是我的爱满 也许是你太快 也许是你太快 你寄给我的心 我还没拆开 来看 也许是你太快 我还能独起我 也许是你太快 有的是我 也许是你太快 也许是你太快 我还要啊 我们也许是你太快 这首想当年的无伴奏原创是叫做《你寄给我的信》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咖啡厅日记》 《咖啡厅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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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你失去 所以帮助你群里 年轻的你 的爱永远出息 给的是温暖温馨 谢谢 这里是明月小说家 我是迷牛 希望能写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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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也看到了 2015年4月29号发布的一部影片 在多少个人创作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看到的 中言之歌 那时候的我还是迷牛小说战 哈喽 大家好 今天 4月29日 也就是迷牛小说战 生日 一周年的 一年里面 有开心 有伤心 有快乐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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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 但我看不到影片 我有学会一些东西 不可以浪费时间 要追求的 要追求的 总是要去 完成你的后者 好的 以下这首歌就是 我为 迷牛小说战 一周年所写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 谢谢 一年前的兴趣 渐渐变得有趣 把故事写的 都去 也算是我的使命 因为我 好想珍惜 不想失去 大人说 写那么多 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 在多少的风和雨 迷你偶都会 努力 一年之间的 唯一 嗨 坚持着热 小说 最终梦想 一步步 前进 谢谢 你们的 关系 迷你 有小说战 谢谢 你们的 鼓励 所以这一首 在多少无伴奏创作 就是想当年的一周年之隔 过后就踏入了 何家豪创作的年代 是这样讲 就是从 迷你偶小说战 这个名称专业 换去 何家豪创作 这个名称专业 那为什么我会 从写小说 去到写歌 刚刚也看到了 两部影片 是关于 就是我为小说 写的主题曲 那时候就是尝试着 想要为 我自己的小说 写主题曲 写着写着 就从小说 写到去写歌了 就没有再去写小说了 我这边看到的影片 就是从 一周年之隔 过后的影片 都是 何家豪创作 一开始的创作 就是整个是 何家豪决定 把自己的创作 发布上去 社交软件的时候 不管要来看一下 最多点击率的是哪一个 在院子书 我的无伴奏创作 最多人观看的就是 这首 妈妈 因为这首妈妈 由我的妈妈去转发的 所以就是更多人看到的 这是一首2018年的创作 不过我现在更惊讶的一点是 有八个转载 没有可能我妈妈会转载八次的嘛 两年前的这个影片有两个评论 一个是有志气 一个是感动 总结来说我接触过的创作范围 也就是从写小说到写歌 然后现在到拍影片创作 我自己是很感谢当时的我喜欢上阅读 因为全部东西都开始于阅读这个东西的 因为如果我没有喜欢阅读 我就不会去读小说 如果我没有去读小说 我就不会喜欢上小说 如果我没有喜欢上小说 我就不会想要试试写小说的感觉 如果我没有写小说的话 又怎样接触到主题曲这一部分 因为其实以前的我 在我印象中 其实以前我是不喜欢唱歌的 进这个好,ok房间 也是只是默默的呆在一堂半人 关于唱歌这一块 关于合交创作这一个阶段 我就会做到另外一个回顾影片来说 关于唱歌,关于合交创作这一个时期的 如果我没有接触到写主题曲 我就不会慢慢的想要去写歌 写歌这两个字写歌 而如果我没有写歌的话 应该也就不会接触到影片创作 因为写了歌,我就会拍影片 剪辑影片剪辑歌词写出来 给人家看到 就这样接触了影片创作 刚刚我也说了 关于唱歌,关于合交创作 我会拍另外一部影片来回顾我自己的 就好像说我的自信是怎么来的 我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关于影片创作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正在观看这个影片的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观看我之前拍摄过的一部 叫做两周年企划影片 因为那时候是我真正决定拍影片 上传YouTube的两周年了 整整两年了 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特别的Q&A影片 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拍影片的 也是第一次有一个同框嘉宾 不过我也好像很久没有拍那么长的影片 好了,这次的影片也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想要持续关注与最终我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或者搜寻合调创作的面词书专页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拜拜 啊呦 我好像很多东西还没有回顾完